我们学传道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上一次的经文强调 我们在今生的财富 没办法使我们满足 这些都是虚空 为疯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十六节那里说 十七节又说 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 多有烦恼又有病患 怄气有什么意思呢 你生下来赤身而来 你死去的时候赤身而去啊等等 但是呢 到了今天的经文 这个语气又一次的急转弯 今天的经文其实也是传道书中 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呢 有一点类似于及时行乐这样的思想 其实今天的经文 直译就是及时行乐 你要享受享受你的吃 享受你的喝 跟上一次的教导完全的不一样 也和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和习惯 很不一样 但是呢 我们说这确实是一个圣经真理 也是圣经一贯的教导 值得我们更深的去体会 去品味主 借着传道者给我们这样的宝贵教导 好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首先是十八节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 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之喝 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 因为这是他的份 今天的经文很短 但是呢 我们看他的这个教导呢 真是一针见血 也就是说传道者观察到 一件是非常善的事情 善就是好的事情 然后呢 又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就是说看了以后 能够让人的眼目得到愉悦 这样的情景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可以在神赐他的 一生的日子吃喝 享受日光之下 劳碌得来的好处 因为这是他的份 这句经文呢 如果不是圣经给出我们这句话 是我们自己这么说的话 往往会遭到别人非常负面的评价 甚至是对抗 尤其是在华人教会 我观察呢 华人教会有一个传统 华人教会对于传道人 有一个最高的评价标准 据说是三个字 穷 苦 死 也就是说传统的华人教会 或者是华人基督徒 认为一个比较属灵的人 特别是做牧者 做传道人的 他应该是穷的 他的一生应该是苦的 最好他殉道死掉了 这样的传道人是评价最高的 其实呢 我们在这里强调华人教会吧 可能对于华人教会有一点冤枉 因为这其实是在基督教历史上 反复出现的一种现象 可能在第一世纪没有结束的时候 禁欲主义传统就已经在教会当中 比较的有人气 认为呢 一个属灵的人 必须拒绝这个世界一切的享受 不可以吃好 穿好 甚至不可以结婚 这个世界这么脏屋 城市这么脏屋 所以呢 我们要远离城市 甚至远离人群 最后呢 找到比如说埃及的沙漠呀 土耳其的这座山 那座山呢 躲到那些没有人的地方 我们去过那种完全圣洁的生活 清贫的生活 远离这个世界 这是最好的 这是最属灵的 类似这样一种 禁欲主义 厌世主义 离世主义的教导 在教会里从来就没有断过 在教会里 如果你说你喜欢享受食物的美好 你喜欢旅游 你有什么样的爱好 似乎都给你挂上了一个爱世界的标签 被大家鄙视 这样一种思想呢 其实充斥了整个教会的历史 不单单是华人教会 古今中外都有 但是呢 我们回到圣经 特别是看今天的经文 而且不单单是今天的经文 整本的圣经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都让我们知道 这种逃离世界 厌烦世界 禁欲主义的做法和想法 根本就不符合圣经 这里传道者其实说的是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 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 他有好的吃的喝的 他可以享受自己劳动得来的一切的好处 一切的劳动成果 这是他应得的份 在传道者这样一个有智慧的人眼中 是一件好的事情 是一件美的事情 他这么说 不是说传道者一拍脑袋 他有国王的权柄 他有国王的资财 因为是个国王 他可以这么说 这实在就是圣经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变的教导 丁姐妹 当初神造男造女 神是造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的人 造他们的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拔一切昆仇 换句话说 神造了这个世界 然后把这个世界交给人 让人去支配 让人去管理这里用的词 实际上完全就是一个君王 去挟制自己成名的词汇 来描述了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权柄和丰富 神造人是作为君王的 给人极大的丰富 极大的祝福 神造了人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告诉他们说 你要生养众多变满地面 这其实又是一个君王般的福 君王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他的人丁兴旺 我们看世界各国 包括中国君王生了孩子 就会把孩子分封到各地去做分封王 这些其实都是带着君王的权柄 带着君王的福 然后呢 神创造人之后 又说他将这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树和一切树上所结有何的果子 全赐给你做食物 神就是把这样的丰盛赐给的人 神其实是先造了一个伊甸园 在伊甸园里有各样的树 都是月人眼目 其上的果子都好做食物 我们说当初神造人在伊甸园里 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 人在伊甸园里不是做懒虫 不是做寄生虫 人在伊甸园里面是有责任的 他要修理看守伊甸园 他也要管理整个神创造的世界 他作为君王有很大的责任 他也需要劳作 劳动的 但是呢同时他劳动的好处 以及神赐他的一切丰盛 这个伊甸园这整个世界的受造物 都强服都交在人的手中 人呢享受所有的这些菜树 享有所有这些果子 伊甸园当中有各样的树 不止是那两棵 有各样的树 月人眼目 好做食物 弟兄姐妹 神造人 不是让人当苦行僧的 神造人放在伊甸园里 是赐给他最大的丰盛 赐给他最大的祝福 那个人这里圣经中的人都是男人了 还赐给他一个妻子 是他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他在伊甸园里要劳碌 但这种劳碌跟犯罪之后 汉流夹背方能糊口的 带着咒诅的劳动和苦劳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劳动带来的是喜悦 满足 是丰盛的收获 是丰盛的果实 人在伊甸园里 有吃 有喝 又有各样各样神创造的丰盛的祝福 这是神造人的本意 神造人不是让人去受苦的 神造人是让人享受的 神赐给他生命树就在那个园子 是让他的日子在神赐他这个园子当中 可以长久的 而这个园子呢 又是带着各样的丰盛 眼目的丰盛 肉体的丰盛 去祝福这一男这一女 他亲手所造的 这是神的美意 伊甸园里那样的风景 神造的一切 他看着都是好的 特别是造了人 神看着甚好 这些是传道者对于神的创造的 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察 也是神造物造人本来的美意 神也喜悦他的儿女 在神赐他一生长久的日子里 吃喝 享受神的创造物 享受他在日光之下 在这个世界劳碌得来的好处 这些都没有问题 这是他应得的份 这是善的 这是美的 弟兄姐妹 千万要记住 那些肯为基督受苦 肯为基督受穷 肯为基督去建出自己生命的人 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 他们在神的眼中也是看为宝贵的 神喜悦他们因为他们配得为主受那样的苦 但是他们为主受苦这个心智 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了神喜悦人受苦 神创造人就是为了让人受苦 这其实是对我们的主的一种亵渎 我们的神是好的神 他是善良的神 什么叫好 什么叫良善呢 成人为美 这样的人叫良善 我总结良善的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那种带着爱的良善呢 他喜欢成全人 也就是说他看到别人降服 看到别人进步 看到别人的优点 好的地方 他真心的为人高兴 他希望别人过得好 过得舒适 可以享受 这样的才叫做良善 坏人的恶人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看不得别人好 别人过得比他好呢 他非常的嫉妒 别人过得比他差呢 他非常的蔑视 这样的人呢 我们说是坏人 是那种心是有邪恶 就是犯罪之后 人的那种邪恶的心态 表现为看不得别人的好 最典型的就是该隐 该隐为什么杀他的弟弟呢 他弟弟一点也没有招惹他 只是因为他弟弟献的记 更被神所喜悦 他就恨他自己的弟弟 就是很典型那种坏人 恶人 邪恶的表现 就是看不得别人的好 别人的享受 别人有好日子 他会非常的生气 而真正的良善 特别是神的良善呢 是他喜悦别人 对于神来说呢 他愿意他的儿女 有丰盛的 充满祝福的 享受的生活 神是喜悦的 他看为善 他看为美 我们享受我们劳动得来的好处 你精心的劳动 忠心的劳动 你有比较高的收入 你住好一点的房子 开好一点的车 吃好一点的食物 不要有负罪感 我们看到弟兄姐妹 有这样的生活 也不要有任何嫉妒 攀比或者诽谤的那种心情 要知道一个属神的人 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 享受他劳度得来的好处 这是他的分 这里是特别对于弟兄姐妹 有一个提醒 因为在教会历史上 一直不断了那种错误的 禁欲主义 厌世主义 和离世主义的教导 十九节 神赐人资财丰富 使他能以吃用 能取自己的分 在他劳碌中喜乐 这乃是神的恩赐 他就又一次 等于对我们是一个提醒 也就是这些所谓的资财 食物 这些他能取自己劳动的成果呢 其实都可以说是神的恩赐 你看这里说 神赐人资财丰富 各样的物资 各样的财产 然后呢 使他能以吃用 能取自己的分 这些都可以说是神的恩赐 我们的神是特别实际的一位神 我们读圣经就可以知道 他给我们祝福的时候 都是说的非常非常实际的话语 我们刚才提到了 在创世纪当中 神要怎么祝福他所创造的人类 那很实际的 这个世界都是你的 我造的天上的鸟地上的走兽爬虫 海中的鱼 他们都要听你的话 你要管理他们 然后呢 我赐给你的房子一店园 那里有各样的树木 都月人眼目 顶上的果子都好做食物 而且是美味的 那个好的食物不是色香味俱全吗 不得好吃还好看 我们看一店园里神给人的祝福 就是这么实际 后来呢 神拣选以色列人 神拯救以色列人 要带他们脱离埃及法老 离开那为奴之地 要去迦南 神把迦南这块宝地 赐给了亚伯拉罕他的后裔 然后呢 神怎么形容迦南这块土地 流乃与逆之地 流乃与逆之地 非常非常的实际 他没说啊 这块土地特别的属灵 方圆几公里都没有一个爬青口 然后这块土地你看都是教会 神跟以色列人说的非常非常的实际 这块土地是流乃与逆之地 这是一块宝地 你在这里可以种小麦 可以种大麦 可以种燕麦 你在这块土地上 可以开垦种植葡萄园 种植无花果树 甚至说的更清楚 那山里有铜 山里有铁 还有矿石 你挖出来金属矿 那挖出来那不就是钱吗 神说的很清楚 而且神说的很现实 迦南这块土地 是物产丰富的土地 特别是呢 神是赐给他们春雨秋雨 去浇灌那块土地 不像埃及的土地 弟兄姐妹要知道 埃及土地为什么可以肥沃 为什么埃及在那个年代 是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一个粮仓呢 是因为埃及有尼罗河 尼罗河定期泛滥会带来肥料 然后呢 尼罗河的河水非常的丰富 可以浇灌埃及的土地 也就是说埃及呢 在古代是所谓的灌溉农业 灌溉农业呢 有它的好处 什么好处呢 就是有点所谓的汗烙饱收的那种感觉 你不靠天吃饭 天不给你下雨的话 你还有可以引来尼罗河的水去浇灌 这是它的好处 坏处是什么呢 浇灌要花极大的劳力 圣经也教导我们埃及的土地呢 是要用脚去踩那种类似水车的东西 那是很苦很重的劳动 你要踩那种水车 把那个水从河里挤出来 浇灌在土地上 是一种重劳动 而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呢 没有尼罗河 没有大江 没有大河 神赐给他们雨水 从天而降的春雨秋雨 在该下雨的时候就下雨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靠天吃饭 就不需要向埃及有那样的重劳动 我们看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时候的所有的那些记载 特别是生命记啊 包括立位记里反复的强调 神都是强调 如果以色列人他们顺从神的旨意的话 神将要如何的祝福这块土地 而且那种祝福呢 都是非常非常实际的祝福 让他们丰收 让他们有大量的粮食 大量的积蓄等等 特别是所罗门本人 他作为君王 在他和神新印的时候 神大大的祝福 所罗门让他的资财丰富 就是这里十九节所提的资财丰富 他大有金子 大有银子 多多的筑成 多多的预备军器 建造豪华的宫室 甚至比圣殿的面积更大 这样的祝福 神都赐给了所罗门 赐给了以色列的君王 所以说呢 这里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 有愿意为主受苦受穷 甚至受死心智 是极其宝贵 也极其尊敬的 但是也不要忘记 我们的神其实是喜悦他的儿女 有丰盛丰富的生活 这种享受神的恩赐 享受神的礼物 神的创造 享受自己劳动 工作所得来的正当的成果 并在其中喜乐 这是一个非常和神新的事 我们千万不要有类似于佛教 或者教会历史上 反复出现的那种类似于仇富一般的心态 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 在教会当中呢 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二十节又讲了神的一个祝福 说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 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 这里又告诉了我们一个喜乐的秘诀 这之前的传道者就强调了 这是我们该得的份 我们有资格作为神所创造的人 作为神的百姓 我们在神赐的日子 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资财 劳动的成果 享受神的创造 这是为善为美的事 然后呢 在二十节这里 他又提醒我们 这样一个喜乐的人 神所喜乐的人呢 他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 换句话说 神赐给你丰盛 赐给你资财 那你现在既然有了 你就好好享受他就可以 不要太多的想那些过去的事 就会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变得比较单纯 我看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成年了 我们知道在生命当中 其实就有过很多苦痛啊 不如意的事情 年龄越大 你之前所经历过的这些苦痛 这些难受 这些不如意的事都只会更多 你以前说了不该说的话 做了不该做的事 不小心得罪了这个 不小心伤害了那个 措施了很多宝贵机会等等 如果你躺在床上你就想你过去年日的话 你会发现你连觉你都睡不着了 还谈何喜乐呢 所以说他这里告诉我们了一个喜乐的秘诀 从18节到20节这里 神赐给你的日子 那你就好好的吃 好好的喝 神现在给了你丰盛 你就好好的享受 神给你的丰盛 至于过去你做过哪些错的事情 你就不要再多的去纪念它了 弟兄姐妹 我们要操练一个功课 什么功课呢 就是说自己的大脑 我们要学会把它关掉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本来好好的 你跟你的妻子快活过日 然后说话聊天之间呢 你可能突然就想起 哎呀去年前年什么时候 他说过一句话 做过哪件的事 真是太过分了 太伤我的心了 然后呢 你会发现你们两个之间 现在美好的光景 因为你过去的记忆一出来 一下子就被搅坏了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肯定很多 或者你睡觉躺在床上 本来好好的 马上就要睡着了 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谁谁谁伤害了你了 你今天还是昨天哪句话也没说对等等 然后呢 你一下子清醒了 就睡不着了 到凌晨两三点钟 你在床上辗转反射 你也发现睡不着了 这一天的好心情都没了 丁俊姐妹 我觉得今天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就要学会把我们这个脑子 有的时候的记忆啊 我们要学会把它关掉 像我自己经历的 我父亲20年去世 还有前些年 我一个姐姐出车祸 那种事情偶然想起来 都会让你非常的难受伤心 我那个时候就操练一个功课 就是一发现有这种念头 要想起过去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强迫自己关掉 我不想这个事情 我现在该做什么做什么 我不想这个事情 也包括跟弟兄姐妹 教会的同工 你在公司 在学校里的同事同学啊 以前肯定都发生过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我们要学会把这些记忆关掉 去多想那些人生当中美好的事情 善良的事情 这也是一个智慧 我最近看奥运会的时候 这个电视台都有一个问题啊 有一些运动员 比如说失误了 包括日本这次的花样滑冰运动员 他不是失误了吗 这些电视台就把人家失误的镜头 反反复复的播放 我看电视的时候 一看他播放这些失误的镜头呢 我马上就换台 人家做过那么多成功的动作 你不放 就这么一个失误的动作 你总放他干嘛 是不是 我们想自己的人生 自己丈夫 妻子跟我们的关系 我们想我们教会的同工 教会的企友 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也要学会这种关闭 也就是说你跟他之前有过的那些不愉快 他说过的那些难听的话 做过的让你伤心的事 你想起来的时候 我们要操练自己能够把开关给他 毕掉 像这里二十节说的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 所罗门一生的年日 我们看是享受了极大的丰盛和丰富的 但是他也有很多 应该说是不好的记忆了 他妈妈嫁给他爸爸 巴士巴嫁给大魏 这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我们想以色列人 人人都知道 所以说呢 所罗门这个出生 他妈妈和他爸爸之间那些事情 我想这很不美好 然后呢 所罗门当国王 继承他父亲的王位 那之间又发生了很多事情 搞得他要在他手里 杀掉了以色列的元帅约亚 也在他手里 他要杀掉他自己的哥哥 是那个时候活着的 大魏的儿子当中的长子 比他年岁大 也是在他手里被杀掉的 这些兼顾了他的王位 但是我们想这种杀人的事情 对谁来说 都不会是一种愉快的回忆 也就是说他一生当中 也有很多这种艰难痛苦的时刻 喜乐的一个秘诀呢 就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 我觉得这也包括了 不太担忧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起人忧天 我们对于未来要有预备 但是呢 如果你想太多的未来的事情 我老了以后 什么老人愿 我以后这个年金可不可以拿到呀 富士山哪天爆发了怎么办呢 东京哪天大地震了怎么办呢 那辅导核电站又辐射了怎么办呢 也就是说有很多将来发生的事情 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 我们要为未来做准备做积蓄 我觉得这是和神心意 也是智慧的 但是去担忧未来 尤其是担忧那些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 也会夺去我们该有的喜乐 所以说这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导 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喜乐的人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 也不体人忧天 这样情况下 神就会使他的心喜乐 使他快乐 所以说呢 今天的经文给了我们很短 但是给了我们能够在日光之下 在这个世界 在今生就可以享受神的祝福 过着一种喜乐的 有盼望的人生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教导 也特别的提醒弟兄姐妹 我们有好吃的有好喝的 享受神的创造 这本身不是坏事 我们不可以让这些好吃好喝物资 享受 让我们的肚腐成为我们的神 但是享受神的创造 这本身是神所喜悦的 神造人 本来的目的按小药理的回答是 以神为乐直到永远 其实原文就是荣耀神 享受神直到永远 享受神 神是看不见的 我们享受神 很大程度上是在享受神的创造 所以说享受神的创造本身是没有错误的 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也被周围人说 他又吃又喝 他不拒绝美好的食物 然后呢 那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盼望 也是赴羔羊的婚宴 他也用过一个比喻是国王的圣宴 这也是好吃的 好喝的 都是非常实际的 现实的来教导我们 所以说呢 不要认为享受神的创造本身是一个坏事 但是却不可以以任何的受造物去代替这位真神 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 神创造我们在伊甸园里就是有好吃有好喝 我们的盼望是羔羊的婚宴 也是有好吃有好喝 神的创造从亚当和夏娃的婚礼开始 然后呢 到圣经的启示录的结束 又是羔羊迎娶他的教会 又是一次婚礼 这都是好吃好喝的场合 这个特别的提醒弟兄姐妹 享受神的创造本身不是做 然后呢 又提醒我们不要有过多的思虑 包括过去的 包括将来的 而享受神的同在 所带来的盼望和喜乐 好你去做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 你是这么美好善良的主 你创造了人 并赐给人 在伊甸园里一切的丰盛 主啊 是因为我们的罪 才使这个世界变成了一片的混乱 也让弟因我们的罪而受咒诅 让我们汗流浃背 才可以糊口 主啊 但是你创造的美意 你的美善 从来没有改变过 主啊 感谢你 你是这么的喜悦 我们可以过一个蒙福的生活 即便在日光之下 你可以享受自己劳动 所带来的一切的好处 这是你最大的美意 这也是你对你儿女 所带来的祝福 主啊 感谢你 也求你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 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不过多的 为过去的事后悔 或者为未来的事忧虑 而可以过一个简单的交托的生活 愿神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同在 成为我们真正的满足 感谢赞美你 以上的祈求祷告 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